受炎热天气影响以及今年中秋时间提早 时刻们心心念念的大闸蟹盛宴可能要推迟到9月底左右 今年大闸蟹养殖损耗加大 养殖成本增加大规格的蟹价格可能会比往年有所上涨 还有两周就是中秋节而遭遇高温考验 6-70%的阳城湖大闸蟹刚完成最后一次退壳 比往年推迟半个月损耗也有所上升 损耗要比往年多增加20%左右 现在刚刚退完壳的这个母蟹三两 这个供蟹大概四两 湖区水温最高时要接近40度 汤里水草很容易腐烂 养殖户每三天就要补充水草 所以今年的螃蟹养殖成本要高 所以量没那么去年多 记者从阳城湖大闸蟹行业协会了解到 今年阳城湖养殖的湖区面积为1.6万亩 和去年基本持平 开补时间已经确定 今年的开补节应该在9月25号组 好 感谢观看